請問一下 先來看韓劉繼續發揮 去上宿 將對全台灣十九的館期 發佈計溫的定格 今天包括有山 花花山 還有冰冬的白 百大五山 頂山區 還會看到這世 以後明天開始 韓劉大的減量 溫度會到達回升 韓劉繼續發揮 遊山會變成 夢幻的軍備世界 在早上再去六點過 是全台灣溫度上級的所在 直到零下十一度 去上山的零丸 不怕到寒冷的天氣 在清土太陽嶺峰頂頭的射 河完山 上山老虎均 射的高度有到賣到十公分 不過在水季慢慢變少 一整季就出在頭 就著白色的山頭 風景看起來真漂亮 山上天氣晴朗出大太陽 山上因為海拔高 氣溫低 目前尚無濃雪的現象 太平山在零時一整季 溫度是在零下零度到零度之間 水已經沒有在路了 路邊經過平高是安全的 所以水風零度跟蹦蹦車 都正常開放 如果在冰冬館 北台湖山 山上的木器在手機上面 結成冰了 尾數只收到白色的湯山 台湖市八個以上零山 現在結出生 那因為目前水氣減少 那預估可能在中午之後 那這個零鬆的情形就會消退 在今天平台上的溫度是 多多的媽祖 現在兩點九度 現在溫度是廟了台湖的六點八度 氣象宿工就要到 日後 拜日 日式開始 含流減力 溫度才一天一天慢慢回升 北部的溫度雖然逐日再回升 不過白天的氣溫基本上 都還是在二十度或二十度以下 那在中部或南部呢 白天的氣溫慢慢回升之後 大家要留意到 就是中南部的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在這期慢慢減少 港口口氣 都沒有在過人百海化 當北部 現在是北部的山口 會有些局部港口 尤其是西北部地区 早上的溫差會越來越大 民眾要特別注意 穿越少量 記者綜合佈度 記者綜合佈度